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话就是给出这个时间来去背 去读 至少在这一轮的学习中 我们把这个题目熟练地背诵下来 至少这个框架掌握得非常牢固 这也是很大的收获 那么首先那后学就先来读诵一遍 看到卡贝多老师来了 刚刚在讲就是我们花15分钟的时间来背一下前面讲的这十讲的题目 如果能背下来是最好 如果背不下来就读一下 就是反复的熏悉 那我们这一轮学习 至少把这个题目就是比较熟练地背下来 第一篇是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第二篇是引言的逻辑解析 第三篇是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第四篇是确理研究目标的两个原则 第五篇是 文献中数的两个基本点 第六篇是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第七篇是 阅读文献的三要三不要 第八篇是 用故事逻辑写文献中数 第九篇是 文献分析的三种逻辑推理方法 第十篇是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这是前十篇的题目 看看哪一位师父同修方便 还继续来背诵或读诵的 我们拿出来十五分钟 专门给我们背诵了 好 同情所长 好 谢谢 谢谢郑师傅的带领 我可能只背得下来前面 我试一下 背不下来我就看了 第一个是 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第二篇是 引言的解析 第三篇是 确立 不是 是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第四篇是 确立研究目标的 两个原则 是两个原则 第五篇是 文献中数的两个基本点 第六篇是 阅读文献的 三要三不要 第六篇是 阅读文献的 好像两个挨着的阅读文献 三要三不要 还有一个是阅读文献的什么 阅读文献的 第一个是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第六篇是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第七篇是阅读文献的三要三不要 第八篇是用故事逻辑 来写文献中数 第九篇是 文献中数的 什么逻辑分析 三种逻辑推理方法 文献分析的 文献分析的三种逻辑推理方法 第四种是 第十篇是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另外我稍微建议一下 因为对我们大家一般平时没有用功的同修来说的话 你一下背十篇肯定背不住 也可以分开来 主要是当然也是我们前面没有顺过来 所以就说每次如果背个两三篇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就背下来了 这是我想到的 就是你这个如果一下这么多篇要背下来 可能还是都有难度了 这时候我很三叶艰难 我当场背不下 谢谢 好的 感恩所长的读背 是 我们就是背几个都行 就是拿麦的话你背一个也行 你背一篇 就第一篇的题目你来读一遍 背一遍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现在先拿麦背前三个 前三个 三个多不多 要不就背三个还是两个 就是不知道大家方便拿麦背吗 现在就背前两个题目 论文讲的第一篇是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第二篇呢是引言的逻辑解析 这个的话可以背下来吧 有限的都欢迎师傅同学拿麦来背 好 易师傅 赶紧来背一下 好 正规的所长 各位正规的手机生们 中午好 中午景象 而少我就敢背一下 多的就不敢 就背不下来 看着那么多 好 我试一下 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引言的逻辑解析 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我就背三个 后面呢我加油 已经很厉害超出了 我们两个你背 就背出三个了 随便赞他 那其他的还有师傅同修 来背一下吧 就是背前两个就可以了 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是可以参与的 第二个想不起来了 第二个是引言的逻辑解析 现在的话 你如果想不起来 你先看一下公平 然后你先读一遍 然后呢你再背一遍 可以吗 可以吗 那现在学生先来背一下 就是背前两个 第一篇是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第二篇是引言的逻辑解析 背完了 不知道咖啡多老师 你现在想起来了 是不是那边 你那边看不到公平呢 公平上有分享 好 请你来背 我们听你背的 我刚才理解错了 我以为是要背内容 我怎么都想不起这内容来了 我刚才偷看了一下 我来背一下 论文的第一个是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第二个是引言的逻辑解析 没敢偷看 谢谢大家 是 随时赞叹 是的 我们现在没有背内容 先背题目 内容呢 是确立研究空白 填补研究机会 我们先两个两个的背题目 现在的背第三条和第四条的题目 不是第三条 是第三篇和第四篇 第三篇是确立选题的研究途径 第四篇是确立研究目标的两个原则 大家可以拿麦哦 还有五分钟 第三篇还有第四篇可以来背啊 大家可以准 好 所长准备好了 所长拿麦 没有听到所长的声音 哦 sorry 我没有开麦 谢谢 我来试一下 我场合忘记开麦了 第三篇是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第四篇是确立研究目标的两个原则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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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下来了 睡醒 参谈 还有 咖啡多老师 请您 来背 好 第三个是研究的三个途径 没有 漏字还是 错字 第四就是 距离选题的两个原则 错了 我再来一次 研究 第三篇是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第四是 确立研究目标 研究目标 研究目标的两个原则 对 终于背下来了 是 所以我们背这个题目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 那接下来还有谁来背 最近赞叹 所长还有卡比多老师的背中 你是理解了内容 那如果我们背中了将来说的也非常的清晰 也理解了内容 是 看到 静师傅还有 决心 师兄也在 我们现在在背中 欢迎师傅同学 都来参与 好 易师傅 第三个是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第四个是确立研究目标的两个原则 好 谢谢 易师傅 你背得非常熟练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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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下一次就期待您连着呗 金师傅 请进师傅来呗 小庄师傅 各位师傅 同学总好 第三个研究选题的 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也是个确立研究目标的 两个原则 谢谢 是 一上来就直接就背下来了 看到范师傅也来了 现在我们在背诵 两个题目 两个题目的背诵 不知道你 方便要试一下吗 您可以读一下吗 可以读也行 好 谢谢 谢谢郑师傅 我这个文章没有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我那天好像接读 接在哪 然后 我还没背下来 我读一下吧 中国的所长 中午吉祥 所有的各位师傅 同学的 下午吉祥 然后 郑师傅 我上面的一二 我看不见 好 谢谢 01 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顶言的逻辑解析 研究选题的三种途径 确立研究目标的两个原则 文献终述的两个基本点 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阅读文献的三要三不要 用故事逻辑学文献中书 文献分析的三种逻辑推理方法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嗯 我那天背了一下 嗯 一读的时候又有音响 好刚刚没读的时候就 那天背了一下 应该 呃 背门咔咔的可以背下来 然后我再读一读 然后再背 好 请 郑师傅修卖 好 谢谢范师傅 正好我们今天 时间也到了 所以随随赞叹 大家的陪伴 想到 只有我们这样的学论文呢 是所以背这个题目还是很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背了 感觉就不一样 也感谢所长刚才 提出这么好的建议 我们可以分布来背 这样我们就没有压力 就是如果是背不下来读也行 就是重在参与 读过背过 那么理解起来就更加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的复习 每天抽10到15分钟的时间 来复习背诵这个题目 这样的话就 给大家带来压力 在课下去找时间 那借助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把这些题目背下来 也是我们这一轮的收获 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呢 我们就来继续看一下 这第11篇 用结构化思维故事文章 学生非常惭愧 来看一下这篇 刘教授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Dark Liu的5分钟系列讲说 前面我们提到对不同逻辑 和不同的推理方法 在写作中的应用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 如何用结构化思维 来对我们的文章 做整体性的构思 一篇逻辑清晰 内容详实的文章 一般来说应该具有一个 至少包括三层的 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 这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 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从整体上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这个文章呢 至少包括三层的 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 金字塔的塔尖呢 就是文章的终极结论 像这样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的第二层呢 一般来说是文章的 一级小标题 这个我们在看这个论文的目录 或者看一般书籍的目录当中 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种分层的 金字塔的第三层 可以是足够支持 上一级小标题的 文章的各个段落 比如在引言的小标题下 我们要论证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合理的 在方法的小标题下 我们要展示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靠谱的 在结果和讨论的小标题下 我们要论证 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是需要决定 是否要加入二级小标题 从而构成金字塔更多的层次 在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结构中 文章中的每一个段落 每一个小标题 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而是彼此连接 各有功能的 它们一方面要支撑上一级的观点 另一方面呢 又受到下级的观点和数据的支撑 一篇文章如果具有了这样一个 路径清晰的金字塔结构 会为读者节省大量的阅读时间 读者会读得很爽快 比如说结构化思维 它体现了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 一层一层的 构建金字塔的两种结构化思维 学术论文的写作往往要求既要简练又要详实 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我们要求简练的是文字 我们要求详实的是内容和层次 我们希望我们在文章中 每一个观点都有尽可能多的 来自不同的方向的支撑 所以分类要详尽 层次要丰富深入 尤其是在金字塔的最下面一层 一定也有落到实处的信息化语言 比如说数据或者具体的文献支撑 我们应该追求尽量以最少的文字 来表达出最多的意思 就是写学术论文的时候 尽量以最少的文字表达出最多的意思 拿个比方来说 这就好比对文章的骨架 我们要追求详实丰富 而对文章的血肉 我们要追求简练受身 我们在构建这样一个金字塔的过程中 有两种结构化的思维方法非常有用 第一是missi法格 就是从上到下分类是相互独立的 并且是完全穷尽的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在由上往下分类时 常常要用到的missi分类法格 这个missi就是 就是neutral mutually 相互的 exclusive独有的 collectively 共同的 exhaustive 穷尽的 中文的意思就是相互独立 完全穷尽 这个missi法则 它是这个四个单词的简写 它的意思就是相互独立 完全穷尽 也就是分类的各个要素之间 它不重合 不遗漏 举个例子 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 就符合missi法则 因为人类除了男人 就是女人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分为男人 和未婚女人 就有问题了 因为没有穷尽 已婚的女人被遗漏了 就是他要不重合 比如说男的男人和女人 是不一样的 他就不重合 他也不遗漏 就是男人和女人 那如果是男人和未婚女人 那还有结婚的女人 已婚女人 这个就遗漏了 如果我们把人分为男人和已婚人士 也有问题 因为出现了重复 因为男人中也有已婚的 已婚人士 也有男人 就是男人和已婚人士 有重复 所以他这个原则就是 相互之间是独立的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 就是独立的 但是男人和女人 嫁起来 他都在 都是人 在人的这个范围 穷尽了这个人 这个种类 为了对观点和细析 做清晰的分类和分析 MISI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则 关于MISI的具体用法 我们以后再详述 以后有空再详述 这是刚刚说的 就是构建结构塔 构建这个金字塔 这样的一个过程 用到了两种结构化的思维方法 一个是MISI法的 另外一个就是 最小容器法的 是从下往上终结 囊括所有的共性信息 相对于用MISI法则 进行从上往下的分类和分析 很多时候 我们首先拥有了 大量的具体资料和信息 需要从下往上的终结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第二种结构化思维 也就是最小容器法则 比如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总结出 某三项具体信息的共性 作为上一集的标题 实际上呢 我们是用它们的共性 做一个容器 把这三项具体信息 都包括进去 这个时候 最小的容器 就代表了最精确的总结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 它们的最小容器是人 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为生物 就过于笼统了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提到一篇 清晰易懂的文章 应该拥有一个明确的金字塔结构 而构建这个金字塔结构 可以用到两种结构化思维 从上往下分类 可以用BC法则 从下往上总结 可以用最小容器法则 下一讲呢 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 如何用结构化思维 来分解和精选 我们的研究目标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们 在第十一篇当中学到的 就是用结构化思维 构思文章 讲了一个金字塔结构 那么 想达成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 或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状 文章当中 可以用到两种 思维 一种就是这个 BC法则 BC法则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呢 它是完全穷尽 就是不重合 也不遗漏 第二种就是 最小容器法则 要找他们的共性 这个是这一篇文章 学到的内容 那接下来看下 所长还有各位师父同修 没有其他分享的 或者是有指正的 或者是有 什么补充的 欢迎大家自己拿麦 好 所长说没有 好 请咖啡多老师 好 谢谢 谢谢提醒小段 师父的这一个分享 我 我想 我先讲一下题外话 我先讲 我自己这几天的体悟吧 我今天呢 想向所长和大家 先大个歉 因为 我觉得我 我前几天 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想先向所长和 和众师父师兄 先大个歉 因为前面我总 听着所长的过失 一页章目就不知恩德 其实所长 我思前想后 他其实付出了很多 从两年多前 我自己也知道 他很不容易的 因为 我自己也在 在论文 我知道他很不容易的 从 从武当力摸索的过来 但是因为我 我就 靠 靠长啥 以此来显摆自己 我是不知恩德 将来会 上人断念的 那么呢 还有我也不知道 发挥远起 那么有些 有些想法和建议呢 其实 我不应该 这样 等持吧 当众去 去说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种 慢心作肺 其实呢 这种也就是想 以此来提高自己吧 结果就败坏了善缘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讲的 反正我自己 觉得我做得很不好 还有呢 就是我 我自己呢 好 好指点江山 好 好为人师吧 自己水平很差 不咋地 但是呢 却好指点江山 好为人师 自以为是吧 不知身份 结果总搞出 狗屎像 和真名像 而且呢 也是 也是自己 不知情识趣的 总以作为为中心 觉得我这样 是合适的 我这样是对的 就总把自己的 这种 妄想 而且还把自己看高了 那么我想 我可能也破坏了 大家的 学习氛围 和学习的心态 状态 希望大家 不要受我影响 还有呢 我这个人 也很好妄想 平常呢 就要对大家 手画脚的 对所长 对大家呢 妄加论断 又好融通 连连不断地就 一旦遇进 就很难控制了 就栽造 我在这里呢 我先 我先借助这个道场 先跟所长说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所长是我错了 还有 让 作为师父 师父师兄 也讲声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希望大家 不要 计较我 这个 小人 不要因为我 大家不要 受我影响 反而 是借助我 这个大份 开出 大家的鲜花 能够 大家在这里 走得越好 我是怕我影响了 大家 我有时候 本来自我维护 找得好像假面 找得光鲜光鲜的 实际上 是垃圾 很丑恶的 一旦 一旦遇进 就控制不了 那么 我也在 希望能够 追踪清静 在不不断 是愿 谦卑调柔 能够恭敬尊重 大家的 不能自我 为中心 是我是 写过一点论文 也知道 学生论文 但是并不等于 我就怎么样了 我也没写过 国法论文 我也没发表过 国法论文 我不能觉得 自己怎么样 能不能 自己 由胜法院 和知己知彼 要失情 失去 不能 不能忘失身份 有时候 我一到这种 这种逆袭的 这个 这个幻境当中 根本就 根本就要 那天不是 所长打算 我肯定还要讲 讲讲 我正确实想争赢 我喜欢争赢 一到这种 争赢的时候 我就 我 为什么 大纪二十五 有 在新辉 是所长 那么我有牢记身份 就职所 在大后所长 因为所 去做整 服务 那么 相互研究所 推进 研究所 给相互 大家的姻缘 不要被我破坏 相互佛头型 好了 讲完这个呢 其他大家写的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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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我 我讲一下 今天的这一个 我拿一个 证文来讲一讲 因为刚才 我想到了 一个例子 我可以 我可以分享 屏幕吗 好的 好 我讲 你 是吧 你要讲话 是吧 那我就 先等一会儿 那让你们 先讲吧 对不起啊 我就 说两句 我说 大家 感恩 感恩 大家的 这个非常 特别是刚才 曾圣老师 非常坦诚的 这个 忏悔 表白 其实呢 我们每个人 真的每个人 说的都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每个人 站的角度 不一样 所以 看到的问题 也不一样 想的问题 不要 所以很 很正常 也请 大家 不用在意 我也没有 没有觉得 有什么 而且这个 这个平台 我真的是 其实呢 现在我再 重申一下 我跟大家的 身份 请大家 不要再 把我当成 什么 我跟大家 是一样的 我是同学 我希望 跟大家 一起学习 我们就是 像学校的 一个 兴趣小组吧 我们这个是 一个小的兴趣小组 那么至于你比如说 昨天 方老师提到 后面学什么 那么我们今后 学什么 怎么学 我们都是共同 具体来讨论 不是说我这个 就是由我来决定 什么什么 今后呢 我都想就是 大家都要把这个 意识改过来 把这个想法 也改过来 我真的只是 最多就是 跟大家参考一下 我作为一个 意见之一吧 我发表我的 意见之一 那么当然 最后 没有人来捅 那也只有 我来捅 如果说是 但没有人 大家的 比如说 几个人说的 这个不一样 那么我就 稍微归纳一下 说出来 还是大家 来表决 就是整个的 我们这里的 学习的氛围 平台 就是畅首预言 只是呢 确实我们 没有 没有那个身份 但是呢 我们就是为了 这个平台 要顺利的 进展下去 以及我们要 养成按规则 办事的 这个习惯 我们因为 像这个时间呢 一直控制啊 比如说 那个卡夫老师 我想你去参加 学会 你应该知道 像那个发表的时候 每个人发表的 时间都是规定的 15分钟 我觉得以前 好抢啊 抢得很 而且有的 就是我好多个学会 就专门有人摇铃的 就是提前几分钟 你的 比如说你的时间 快到了 还有一分钟 最后我都要摇铃了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我要打断大家 其实我自己 也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呢 我也是为了 就是 接触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要养成一些习惯 那今后 我们真的要走向世界的话 那你要按照这些规则来 如果我们 习惯了 今后你去说 你还没说完 别人就跟你摇铃了 然后你的精彩的部分 还没讲到呢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呢 我们是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互相 比如说今天 因为主持人 我看现在 就是两位主持人 也非常在意 也非常注意了 他们越来越有经验 主持得越来越好 那么也是非常的 注意这个时间 怎么安排 我们就说 我们自己发言的人呢 也要注意 注意就是说 不能一个人拿卖 拿得太久 尤其 当然如果说 后面没人说了 又有很多时间 那可以多说一会儿 如果时间都超过了 我今天都超过了 好了 我就是说一下 大家不用再放在心上 当然我们都一起忏悔 我也要忏悔 因为后来这个事情 我后来也反省了 不过也请大家放心 我觉得我跟郑师傅 后来正好是打变 那么我想 至少在我这里 我是这么看的 我跟郑师傅已经沟通 已经非常的明白对方 他也明白我当时那天 说那句话的更多的意思 那么 其实呢 我们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只是有的时候 就是彼此不一定 一下理解对方的这个 他的用意 或者说他的这个生意吧 那这个也没关系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者说我们各自的这种 但是我们都是学佛法的人 我们都不会 就是不要在这个上面 去造恶业就好 总之我们是善友 互相提携 互相监督嘛 我们学会会员的那个 试验就是这样 相互鼓励 相互监督啊 相互提携 那里面有一个监督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挺好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在意 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真的是欢迎大家指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忘了 因为大家怎么这么说 让我怎么怎么着 那我就会有点那个家长似的 像我以后 我后来也在跟郑叔说 我也反省 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方向有点不对了 我就一定要想给大家 给拧过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家长似的 但是我也想 上次不是也说了吗 像我这种的话也 我也看不到大家的根基 我又不是那种高人 那么其实大家的就是现在 你们是优秀的学生 那我是教不了的 就是优秀的学生的话 我如果说让我这种人来教 就会容易打击你们 把你们本身的可以发展得更好的 但是由于我呢 要给你框在一个框框里面去 那么就可能是去限制了 大家的发展 所以呢 我也自己也在反省 总之我们就是彼此能够越做越好 互相成为真相善缘就好 好 谢谢 今天也赞用了大家的时间 因为就接咖啡都老师 前面说到这里了 所以我也想 就是再多说两句 好 谢谢大家 我方们 我要想说的很多 但是也不耽用大家的时间 做能一句话 谢谢所长的言量 谢谢大家对我 包容我这个狗屎 其实我觉得不仅狗屎了 就是这么一项 那么刚才要讲到 就这个 就这一篇 我还没讲完 我就三一两一把它讲完 因为这个是大家写的一个论文 刚好学到了这个呢 那一天就是刚刚结束了 去评页大家论文的那个节点 所以呢 我才想起来 正好有这个例子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来分享一下题目 我讲的快一点 好 谢谢 是在这 是我们一位法师写的 这里的话呢 他就 他在这里写的 大家能看得到吗 我看一下 看到了 老师 好的 我来这个 因为他这个呢 他讲的是受持 三句戒吧 他是写 他是写受持三句戒的方法 其他的我就不讲了 就讲到这个 讲受持好三句戒的具体方法 他讲了很多 第一点是依靠上知识 第二点呢 就是依靠本师 释迦牟尼佛 要师佛 第三呢 就是依靠 除败 账 普大 第三呢 就是依靠 官司 那么他有六 六七八点 他一共写了八点 写得非常好 但是呢 大家前面我读了这些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今天写的是分类 我们今天写的是分类 那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他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他讲的是受持好 单据这种方法 我们不要不是讨论他的这一个 不是讨论他这一个内容 我们只是说 就论文写作的这个写作的这么一个方法 他现在需要把我们 我们理出来 为那种结出受持三句戒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五点是英国的智慧 第六点是认识烦恼真面目的智慧 那么第七点呢 是识别菩萨行 识别会行菩萨 掌握造业观效的智慧 第八呢 就是与烦恼反其道行之的智慧 也不论其他的 我们就 看我们今天的意思嘛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分类方法 就是Messi法则 它是从上到下分类 受完全独立 完全穷尽的 那么这个方法 它是不是 相独立的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 我们靠佛菩萨的 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呢 我们无必把它放大成 把它归纳得更加简约一点 那大家会对你这个 我们这个具体方法 更容易的去 接收 去记忆 去把它整齿 所以如果啊 就我个人的观点 你看 如果要归纳的话 这里其实 你就是要大类 一个就是我们依靠佛菩萨 那佛菩萨包括你所认为的 什么上知识啊 好的 因为这几天我都在监考 我知道今天有空 所以我前几天也没得 都是随机来学习 我就今天稍微有点空了行 那我已经讲完了 另外的五六七八七 它就是讲 你可以在这里边再细分 让别人就很好的记 你两大块 那么当然我并不是说 食物这里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它在这里归 的话呢 就是要注意这些要点 如果不这样指出来呢 大家都觉得 可能我搞了好多事啊 那么辛苦 还有问题 不是 就在写法 这一块要稍微注意一点 那我就放卖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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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谢谢 我就放卖了 还有谢谢 卡贝多老师的精彩分享 每个老师分享的 都是很精彩的 然后学生的感受 就是觉得特别稀有 也希望能够做一个标准的学生 能够多提供善缘器 还有方老师 真的是觉得都是特别稀有 特别的精彩 还有每位师傅同学 都是非常感恩的 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 多多的参与 多多的积极贡献 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样的话都是很精彩 就在这种互动当中 升华成就智慧 非常感恩 那我们今天论文课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是 那就恭送所长和大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